嘿我是黑尼根 歡迎回到我們的史萊姆農場 大家早安啦 上一次的時候我們不小心在這邊找到一個地方 結果一整集都在那個地方晃的 幾乎啦 然後我們還未報了兩隻阿脈羊的史萊姆 我們獲得了蠻多粉紅結晶的嘛 我覺得粉紅結晶應該差不多快要到我可以賣的價格 大概15塊我就賣吧 應該今天晚上過我就會15塊 其他結晶價格你看全部都在上漲 因為我完全沒有賣 這個可以到100塊好貴喔 可是我現在不多 那我現在主要是在等我的這個結晶夠多再一次賣 然後這個結晶價格也上來了 其實已經差不多可以賣了 我們現在這個的價格好像 數量啦數量還蠻低的 你看這邊只有70個多個 各70個差不多 我們可能要先稍微再多養一下 那我現在是給他高速的在運行中 就是衛持機高速運行 啊應該吃的很快吃的很快 我們現在只有一百塊 但是我們還有一個鑰匙 這個鑰匙是我們在那個 哪裡拿到的啊 那個粉紅史萊姆對不對 阿媽養的粉紅史萊姆那邊 是在這裡面啊 這裡面昨天拿到的 啊我覺得 我們應該今天可以來開一個門 這裡還有門可以開嗎 啊我不確定欸 我記得好像有 可是我想要先確定 那個門到底是去哪裡了 你們先吃一吃吧 這個給你們 我需要你們的便便啊 全部奧卡索都給他們 因為他們吃蔬菜 那外面吃奧卡索的那個 喔 輻射史萊姆和爆炸史萊姆 欸我 現在這邊是丟奧卡索 好帥喔 哈哈 外面那些啊 太 太多結晶了 已經爆場了 我還沒有準備要買 所以 先放著 我們之後應該可以一次拿到十幾萬吧 我覺得 我們還在等那個爆炸結晶 和輻射結晶價格上來 這邊的話 他好像還沒有 好像都還沒出來 這個還沒中啊 這裡還沒 你們怎麼這麼慢啊 倒是這邊 是我上一集丟的一大堆 那個波爾芒果 也是不會用到的我覺得 所以我就丟這了 這裡的話有 蘿蔔 我就 給他們一些吧 反正他們終究會吃掉了吧 應該吧 24分鐘內有吃掉就沒事啊 應該吧 我記得遊戲是這樣設置的 24分鐘之後 他會消失不見 OK 我們把他們餵寶來 再來是今天的話 我記得這 不是走著 差點 這裡還有這個 我們還有一個那個 那什麼吃力集團的東西 我們根本就沒有買過對不對 之後再去 那邊到底是去哪裡啊 我們來看看 例如這個是在這邊吧 這個應該是我們等等可以走過去 那我看一下喔 這裡是我們的牧場 這裡是我們的洞窟 這個是 我們沒有解鎖的地方 應該就是實驗室吧 這裡的話是那個 我想想 我想想 這裡是哪裡去了 這裡就是我們剛才那個啦 就是我們剛才的地方 也是解鎖的地方 這裡我們還沒有解鎖 我們現在這邊 我們可以這樣走過去 這邊的話應該可以繞過來 繞到我們之前去 電信牧場的地方的啦 看起來是 欸 貓貓的是在哪裡啊 喔 他可以 他可以繞到這邊 貓貓應該是在這裡 貓貓在這一塊 他應該可以這樣繞過去 應該有路可以走 我們來繞繞看 OK 這邊有很多 那邊有方美 之前應該趕快過來了 因為我們其實解鎖之後 就解鎖的那一區 其實就可以直接走過來了 但我一直不知道這件事 我到昨天不小心給我瞄到 這邊的話 我好像上一次 昨天的時候 就有看到 這裡的C'mon 我們就直接打開了吧 不管了 雖然我猜這個打開沒什麼意義 但沒關係 我沒有鑰匙 哈哈 來看看吧 底下有什麼 這是暴躁的史萊姆 他們很不開心 欸 我怎麼覺得這個門 我應該之前看過 完了 果然 欸 水 我有錢了各位 算只有三百塊 哈哈 OK 這裡的話 應該可以飛上去 我們 有解鎖一個黃金史萊姆 OK 好啦 不錯啦 不小心給我遇到一個還不錯的東西 那這邊可以去哪裡 該不會就這樣而已吧 那解鎖這個也沒什麼用 這裡的話 是不是之前那個啊 啊 這個是之前我解鎖那個 螢光史萊姆 阿媽養的螢光史萊姆的地方 然後就 就之前有一次也有在這邊找到這扇門 這麼爛喔 那真的是很浪費鑰匙 怎麼沒有人跟我說 也是啦 你們根本就 也沒辦法跟我說 笑死 好啦 算了啦 我們記憶 沒關係 鑰匙這種東西啊 再去找個幾隻龐龐史萊姆就可以了 問題不大 對吧 算說有點難過就是了 那果然跟我預想的一樣 這邊是可以繞過去 那這座島我們應該也差不多探完了 應該也沒有必要再過去了 接下來我們應該 紙上地圖我們都差不多了吧 這裡我們去過 其實這個森林應該還有一隻龐龐史萊姆 還是兩隻群肉 我忘了 我們可以去找 這個遺跡應該也會有一隻我記得 一隻還兩隻不確定 再來就是我們要來看守這個 玻璃沙漠 我還蠻期待這個地方的 我覺得那裡白天應該很漂亮 現在11點了我們要趕快了 唉唷 我把水果丟進去 還好不是黃金結晶丟出去 這個你們出來 然後這裡的話 這個給你們吃 我是專門帶給你們吃的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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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丟了隨便丟了 我們今天來去 我想想 要怎麼走過去那個沙漠 應該是走這邊 黃金結晶我直接賣了 黃金結晶沒有等的必要 對吧 先來看一下有沒有好的東西可以升級 就是生命值 好 那我們就雷斯走 我不知道芒果會不會有用 反正太多了 帶一點走 等一下 再多帶一點 出來 OK那我們今天就去 那個電氣牧場吧 他們肚子餓了不好意思 你們點名太多了 哈哈 啊等12點過後 我們應該可以再洋衣枯行的 我們今天還可以順便把那個 量子史萊姆給帶過來 我應該沒有走錯吧 這一條路應該是最快的對不對 對吧 應該沒有其他路了吧 誒 好像有 誒我上來幹嘛 好像有其他更快的路 沒關係等等我們再看 慢慢摸索 今天 走錯了沒關係 明天走對就好 對不對 雖然說明天也不一定會走對 但 大家習慣了 大家看這麼久了 如果 有一直追到現在的 追到今天 第15天了 應該都很習慣 我會一直走錯路 哈哈哈哈 趕緊咧我的能量 OK 能量上來了 對呀 然後這邊的話 是走這 對吧 然後應該會有個地方 要走旁邊的山洞進去 那邊的話好像是輻射了 是嗎 之前餵飽輻射的時候 誒 是嗎 對對對對對 應該是對 不知道 等一下看一下 應該對 完了啦 記憶力堪憂了 是這邊嗎 誒 我怎麼覺得我好像走夠頭了 喔沒有啦在這啦在這啦 沒有啦 喔真的是記憶力堪憂 還好還好 每次都會懷疑自己一下 就是有沒有走過頭 那我們這邊走過來啊 我們可以 不來這邊 之後我們再去魔法森林晃吧 應該是也沒有其他路 可以這樣直接傳過來 對不對 電器農場那邊 海岸線那邊 其實有一個地方可以傳送 但是那個 傳送是單向的 我記得 沒這麼方便 這裡的話是幹嘛 還沒 我記得這裡應該會有一些可以 喔 他們從那個燈裡面跑出來 我記得還有一隻那個 大隻的阿嬤的史萊姆 那我一知道這個地方是做什麼 以及如何使用它 你是否會跟我做一樣的事情 所以這個地方是幹嘛的 你沒有跟我講阿 我怎麼知道你做了什麼事 你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樣 阿所以你在想什麼這樣 這個是什麼 紅色回光 阿這個好像也是裝飾物對不對 看一下我按錯了 史萊姆百科之源 是這個嗎 有回光 非食物 非食物然後它是獨特的 它可以用於裝飾物 為什麼它會打開來 天啊 呵呵 好 我們這個回光只是裝飾物 可是應該是在這邊特有的 那我沒有要的意思 之後 我們真的有想要裝飾再說吧 這個是哪裡 在這邊 來來來 我們來看看 這邊又有一個 最奇怪的玻璃門是很好的提醒 熊與 熊與熊 熊兩不可見的 那邊的開關神移怎麼辦 兩扇門都不會同時打開 有時候就必須從兩條路走 有時候必須在兩條路中做出選擇 沒有辦法逃避 但你知道嗎 你選擇的任何一條路都有可能 任何一條路都會讓你 因為想要走另一條路的受傷 人生就充滿這樣子的嗎 人生就是充滿著選擇 對吧 那你們先過來 我們先養亮質塞姆嗎 還是我們先養銀光塞姆 不是啊 先養那個玄武塞姆 我還是拿不到那個相名一模 這也是幹嘛的 沒有東西啊 這也是養雞雞的吧 OK我們今天慢慢探索吧 就是這裡應該還有秀為生命雞的 欸 我找到一件事了 就是 我不管開哪邊 我都可以直接跳進來 但是我跳進來之後 我還可以從這邊飛出來 所以其實我根本就沒有必要開那個門 對吧 沒有選擇這回事 選擇什麼的不存在 這邊的話是水水晒 這邊的話呢 這邊 有方美 這邊啊 這邊很飄飄 在前面好像就是布里沙漠 我想想 我下次來回報你 下一次 今天我沒這麼多雞 應該是拿不到那麼多雞啊 這裡有綠色的那個回光欸 好飄飄 這裡有箱子欸 回手工 雞雞和水果 還有蔬菜 這邊的話下來可以幹嘛 看看喔 好下來就是那邊了 就是會把那個爆炸史萊姆 這邊應該可以開啟什麼地方吧 我把它關掉了 可是我可以從這邊飛 好看看 應該就是過去 未來一隻史萊姆的點吧 那我們去一下 往這邊走 我們去一下玻璃沙漠吧 我還蠻好奇玻璃沙漠那天 白天會長怎麼樣 但是好像時間快沒了 我好像 等一下 在這個方向嗎 我迷路了 完了 是正前方嗎 對 那我要怎麼過去 我昨天是怎麼過去了 不知道我前天是怎麼過去了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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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又有監視到如此厲害了嗎 等等喔 我看看喔 這邊 我想起來了 我走了一個很危險的路 對吧 這裡 這裡他可以下去嗎 我看看 快這裡可以下去 我想起來了 應該是走這附近的路 我應該是這樣子過去了 我 前天應該是誤打誤撞走過來了 這個我有看過嗎 這個故事巨星 啊 太陽要下山了 看來要到明天才能看到了 他早上的樣子 這個我看過 我應該是走這吧 我應該是走這吧 沒關係我們今天可以走過去 然後再走遠一點 上一次我們沒有走太遠 上衛檸檬到底要怎麼拿 我沒有獲得他的圖鑑 所以我不知道他的一些 那些東西 還是那個真的就是拿不到的 說不定真的有這回事 對 來看看這邊 ok 6點了 太陽要下山了 難過 啊掉下來了 嗯 欸 這邊我記得有路 對吧 喔 喔喔差點差點 差點 只有9點的能量 我還敢這樣跳 ok 背過去 再來 欸 過去 ok 我們傳送過去吧 嗯 希望他們會 友善一點 那邊的東西 不是說會有什麼太陽烈焰 還是太陽風暴嗎 還是那時候白天才會有啊 欸我們傳送過來了 紅紅的欸為什麼 對紅紅的欸為什麼 紅紅的欸 超紅的欸 啊黑衣服啊 這就是他說的那個嗎 是這麼可怕的東西喔 啊這個東西也是 沒有改變 這個也沒有改變 Oh my god Oh my god Oh my god 這裡這麼危險喔 喔 欸他真的 叫 警告我警告的很多欸 真低危險 水 我們現在位置在這邊 我們要先找到 地圖或者是繼續走 都可以 比較重要的是 我想要先找到一些新的賽姆 前面的話 我記得是遺跡嗎 對不對 所以這邊白天很危險 欸這邊我找到那個阿曼洋的賽姆 可是我沒有 晚上後變藍了 水 原來早上會這麼可怕 他喜歡肉欸 他是 殘劫胖胖史萊姆 阿嬤養的殘劫史萊姆 是不是 他這個到底要怎麼樣 用啊 他好像都沒有生那隻欸 他叫殘劫史萊姆 這裡有一個門 這裡可以開 喔 我找到了 水啦 全部解開 後面的話 欸還有一個傳送門欸 這邊 這個和這個 長得很像 這個應該也是傳送門 我在想 這是不是結局啦 我是不是快結到結局啦 對不對 哇 快到結局了欸 阿再來是 我想想 我們要去找 喔 彩母雞 帶回去養 雖然我不知道誰要吃你 但 我猜是那隻叫殘劫史萊姆的傢伙 有龍捲轟欸 呵呵 我來看看 我來看看 這裡有雞雞 這裡是雞雞的窩 這個帶一點回去 雖然說我還不知道要不要養 到底要不要先養他們啊 這個到底是什麼啦 這個旋風會對我有效嗎 沒有效欸 我也會有傷害之類的 然後我沒有看到另一種史萊姆 我看一下喔 我上一次其實有看到一個遺跡 不知道在哪邊 我這邊好像是直接回頭的這樣子 底下的話應該是峽谷之類的 這裡有殘劫機 這個帶回去養 他應該會跟攻擊那個 合在一起 等等 我怎麼覺得這個跟那個殘劫史萊姆長得很像 你該不會其實是史萊姆吧 沒有這麼ㄎㄧㄤ的設置吧 沒有這麼ㄎㄧㄤ的設置吧 OK 我想想 這裡有箱子耶 嘿咻 OK 慢慢地看守慢慢地看守 這個我開過吧 對 燒屁股的那一段 看一下喔 我們現在是要往這邊走 這邊有一條路我看到了 OK 這邊也有一區我看到了 所以 欸這邊有路 這邊就是我上一次有看到的那個 對吧 看看喔 過來 這裡又是一個門 這底下可以下去 我也會我要摔一次了 這邊的話可以用一個結晶給他開門 是不是 不知道是開到哪裡了 那我想想 這邊有一個岩石結晶 我們明天的時候要記得 欸 這裡還有一個 不只一個是不是 所以我們要帶好多岩石結晶耶 感覺是這樣喔 絕對不是開這個的 我覺得跟這裡有關 這裡感覺是要有一個門 喔 這是什麼 感覺是要我開啟三個 東西 因為有三個寶石 看一下 沙漠無疑是嚴酷的地方 但還是有像這種 生氣勃勃率讓人的靈性之地 當然如果你勝出連鎖的話 他會把他展開更快一點 動動頭腦吧 沒問題 我最會動腦的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動腦嗎 因為我動腦動得比別人慢 所以我動的時間比別人久 所以我比別人還要有動腦的那個經驗 你懂嗎 這樣講的還蠻合理的 我就比別人笨 所以我動比較久 我比較有經驗 就時間而言 但效率好不好 不確定 我來看看 應該還有其他東西吧 我想想 我們其實剛進來的地方 也有那種史萊姆的雕像 這邊的話是那個 這邊的話是回家 這邊的話要開門是不是 這一塊前面有東西 我猜是要開門才能過去 好 我看看 這邊也有一些圖騰 我不確定有沒有什麼用處 這裡應該沒東西吧 所以我們現在首要目的應該是要先 我們先衛寶那個遺跡那邊的 爆炸史萊姆 那個阿邁亞的爆炸史萊姆 這邊的門可以來考慮看一下 衛寶那個爆炸史萊姆 應該是可以拿到一個 鑰匙 沒意外的話 我們還有什麼地方嗎 應該都沒有了吧 我們現在能夠解到就是到這邊而已 再過去我們過不去 OK 今天我們大概了解我們該做些什麼 嗨 帶回家 這邊竟然有這個 那我現在 給我給我 怎麼就一個 玄武史萊姆不好意思 但 對 掰掰 等等喔 完了我也想放棄量子史萊姆 有沒有什麼 蔬菜 沒有耶 我聽到一個叮叮叮的聲音 是有什麼特別的史萊姆在這附近嗎 總覺得是耶 等一下這個地方過去有東西嗎 好像有耶 算了 算了 我們還有幾分鐘喔 五分鐘而已 我先把這個給丟一顆進去 OK 今天確定 等一下我要再 順一遍再Re一遍喔 上一次 我們明天明天 我們要做些什麼事 來開這個 我先確定一下是不是這個 是不是跟你有關 對吧 它亮起來了 所以我們 這裡一個雕像 上面一個雕像 應該還有第三個 我們再來走 所以我們還需要兩顆 這裡還有一顆嗎 那應該還有一個 喔在這邊 我找到你了 嗨 所以我們就要開啟三個這個 我們再看看會發生什麼 這個很簡單 OK 沒有問題吧 那我們今天沒有時間 我們要趕快回去 柴姆基過來 柴姆基過來 喔它有呼拉圈 好可怕喔 呼拉圈史萊姆 NICE 我在想會不會有什麼史萊姆 是只有早上會生啊 然後還有發現這裡不會生螢光史萊姆 對不對 喔我聽到那個鈴鈴鈴的聲音在這附近 好想看喔可是我時間不夠耶 喔這裡又有這個 等一下 欸這個就是正規的路嗎 好像是欸這裡我好像看過對不對 呵呵呵 北七 OK 這裡有個超大的那個 雕像 好 喔唷又有郵件了 欸 火焰史萊姆 為什麼會生這個 我之前怎麼沒看到你 火焰史萊姆 就像是一個小螢火除了它會動以外 會動的小螢火喔 超可愛 OK我們趕快用傳送門回去吧 火焰史萊姆我記得跟水炊史萊姆是類似的東西 他們不能做混種 然後也要用特定的方式去養他們 那我們 先把它放在我們背包裡好了 因為這個感覺真的比較少見 阿兩隻史萊姆我們可以先丟 這個倒是沒關係 阿兩隻史萊姆這裡超多的 呵呵 多到有點誇張欸 好啦我們回來了 啊 烈焰史萊姆我們來看一下 烈焰史萊姆的話在這 阿翔的灰燼 他要養在哪裡啊 看一下喔 他沒辦法跟史萊姆哄出他會把它燙飛 那 他必須保持在 等一下 火焰史萊姆和他的結晶都必須在 焚化爐底下的灰燼槽裡 所以我們要養 我們要蓋一個焚化爐 但我現在沒有空間對吧 對不對 我整理的部分應該沒錯吧 這個史萊姆幾週 你們自由了 在我這邊生活吧 這裡好多喔 水水結晶超多的 等一下這些都是錢錢 我們下一集可以有錢嗎 我先來看一下 OK 我們下一集會有錢嗎 這個有 沒有沒有的結晶 這個很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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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貓貓結晶 可以賣 這個也可以賣 這個應該也差不多 這個應該挺長的 這個的話我們應該不多 看看 不多 那貓貓結晶30塊 螢光結晶 其實我想要等螢光結晶一些 完了 我有好多 想要等的東西喔 可是我現在沒有口口話 我們下一集 就明天的時候 我們去 用貓貓結晶 貓貓結晶一定超多 這個應該要快爆滿了 這裡滿了嗎 滿了這裡有100個人 那量子史萊姆的話 我要跟螢光史萊姆一起養吧 好明天再說明天再說 明天再說 然後烈焰史萊姆的話 我們是要去買個新的地方才行 欸 這裡是 這裡就是實驗室 這個要1萬耶 希望明天我們會有1萬可以買這個 這樣我們就可以養這個烈焰史萊姆 火焰史萊姆 講錯 烈焰火焰都一樣 都是火嗎 都是火 應該有問題吧 我再來看一下喔 確定一下喔 明天我們先賣貓貓的史萊姆 這個先留著 這個它價格反正還會繼續上倒沒差 再來是 想想想想 好像也只有它能賣 烈焰史萊姆也可以賣一下 不行 烈焰史萊姆 數量太少 好 我們明天就先這樣 欸還有一封信欸 好啦明天再看啦明天再看啦 我今天太多事情想做 每天都好多事情想做 但都做不完 這裡也是 這裡是已經生完了 然後我們等有錢的時候 這邊不是它有個俱樂部嗎 這個我們從來沒有買過 聽說好像 可以去 買到那個解的鑰匙 是不是 啊 之後再說啦 那我們今天就先差不多這樣啦 喜歡這次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在影片下方 點個讚 按開訂閱我 去追蹤我的動態 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Facebook IG Twitter 去按個讚追個鐘 想要聊天的話 也可以到我們的Discord群組 一起來聊天喔 那我猜你給我們下一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